第178集 莫怀远、齐军煞和老贤同时穿上仙甲 李强也换出火精仙甲 这五人仙甲一上身 大厅里的修真者可真吃不消了 连罗杜契这样的宗师级高手都要向边上嚷嚷 那种无形的压力犹如巨大的冲击波 让人无法喘息、无法站立 轩龙碾动手指 左手背上显出定星盘 李强也急忙带上定星盘 笑嘻嘻地凑上去说道 大哥 你是怎么定位置的 轩龙惊讶地看着李强手背上的定星盘 问道 咦 你怎么会有仙界的定星盘 他抓起李强的手 仔细看了一下 又道 没错 真是仙界的定星盘 这里面有两界的星目 老李 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李强嬉皮笑脸地说道 上次不是和你说了吗 就是破了天使老仙的炫集仙阵 偶然得到的 轩龙摇摇头说道 你的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仙人的东西你也敢拿 他将左手举到李强眼前 叫他如何确定星际间的标识 如何寻找目标 告诉他这次要去的小林天的位置 李强喜出望外 有轩龙教授 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使用这点仙气 李强发现定星盘里的小林天 是由数不清的星球组成的 和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他原来以为小林天是一个星球 没想到小林天是一个小小的星系 在星系的右上方 有一圈青白色的光圈 范围极大 他知道那就是幻星神阵 心里不禁惊叹不已 那是一个以星球为棋子 宇宙为棋盘的巨大无比的神阵 如果陷进这个阵法里 那将是非常恐怖的 李强想不通 谁能有如此大的神通 这样大的手笔 就是仙人也难以做到 幻星神阵的右边 有一团红色雾状的东西 顺着向下 是稀稀落落的星球 李强将神石 探到幻星神阵的后面 只见一个漩涡状的东西 在缓缓转动 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感觉像是粘稠的液体 颜色也很古怪 暗黑色中 闪着幽幽的蓝光 仿佛是恶魔的眼珠 正在瞪视着自己 李强不但学会了定星盘 如何使用 还成功地激发出 原主人留下的记号 他发现 季末老仙对小林天 十分了解 他似乎去过小林天 绝大部分的星球 定星盘里的小林天星系 里面纵横交错的 全是各种各样的记号 李强暂时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含义 轩龙扬手抛出几件闪着金光的物品 李强一看就知道是星耀 他提醒道 大家小心了 这是星耀 话音刚落 一个金色的圆球出现在众人眼前 轩龙说道 进去吧 我们走 李强笑道 罗兄 我可是要回来参加练习笔试的 给我留一个名额 罗杜契也笑道 木子前辈要参加 对其他修真者可不公平 回来请你做贵宾 笔试可就没有你的份了 李强微微一笑 转身飞进星耀里 轩龙等莫怀远 齐君上和老贤进入星耀中 这才手掐灵绝 贺道 多 一道金光闪过 已是踪影皆无 星耀是仙人们最常用的长途挪移仙器 其厉害处在于可以直线大挪移 林明星虽然靠近小林天 但是其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而用星耀就快多了 按李强家乡的时间算 也就十来天的功夫 这算是短途的挪移 轩龙的星耀和一般仙人的不同 它是仙界专管追踪的罗天上仙 最讲究速度 所以 它的星耀是最好的一种 是所谓的光辉星耀 只有三四位罗天上仙有这种宝物 小林天唤星神阵后方不远处的太空中 闪现出一道金光 耀眼的光球陡然散开 太空中显出五个身影 轩龙带着李强等人顺利到达目的地 他收回星耀说道 下面的路途就不能用星耀了 也不能用挪移 只能靠飞行 老贤 你们都知道的 大家小心点 只有李强搞不明白 他问道 为什么不能用顺移啊 老贤解释道 老弟 这里靠近幻星神阵 如果不小心一进去 你就永远也别想跑出来了 而且 小林天这里 说不清道无名的玩意儿很多 稍微不小心 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在这里 如果没有散现以上的实力 还是不要进入为好 很危险的 李强差一道 小林天居然如此可怕 反正有炫龙老哥打头阵 不用我来操心 莫怀远忍不住拍了他一巴掌 你怎么还是这么懒呢 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最后还是得靠自己 有时候 李强觉得莫怀远更像自己的师尊 他老人家 一找到机会 就要教育自己一番 他知道 莫怀远是为自己好 很听话的点点头 大哥 小弟遵命 齐君煞奇怪的扭头看李强 咦 难得见你这么听话 少见 说得李强哭笑不得 轩龙辨认了一下方位 说道 后面是唤星神阵 前面有七条训飞流 我们去左下方 看见那团黄白色的框吗 那就是逆行通道的隐藏处 小心点 不要撞进训飞流里 会很麻烦的 几人中 只有李强见识最少 他问道 轩龙老哥 什么是迅飞流 连你老哥都要避开 轩龙说道 迅飞流 是天熏风 架杂着灼热的新疆沙组成的 时阴时线 一旦被卷进去 很难脱身 里面有极强的犀利 迅飞流的核心 就是炫及天火 对于轩龙来说 迅飞流只是麻烦而已 要是散仙和修真者陷进去 可就不是麻烦了 那是会致命的 李强听得似懂非懂 他唯一听明白了一点 就是迅飞流的中心 是炫及天火 他立即知道 这玩意儿厉害 轩龙又道 大家紧跟着我飞 千万别离开太远 明白吗 四人立即靠拢上去 老贤在小林天 住了无数岁月 不过 唤星神阵的背面 他从来没有来过 知道这里 凶险万分 他小声说道 在这里别逞囊 可惜 我的流伤咒破损了 不然 可以忽怒大家 轩龙向左下方飞去 他飞得不快 边飞边说 别用护照 这里讲究的是随机应变 一人陷进去 还有别人帮手 用护照就惨了 一旦陷进去 就没人可以救你 大家都在护照里 困也困死你 本来齐君少 也想用他的缩形法宝 听轩龙一说 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里的东西 已经超出他的想象 渐渐的 轩龙开始加速 他喝道 大家跟紧我 刹那间 轩龙浑身金光大声 速度奇怪的向下飙去 他身后一左一右 紧跟着墨怀远和齐君少 李强居中紧跟 最后面是老贤 五人排列成十字状队形 五点金光 急速飞去 就像是五颗金色的流星 李强这才知道 自己的差距有多大 其他人飞行得很轻松 只有他鼓足全身的尽力 拼命追赶 依然有些吃力 几人中 李强的功力是最差的一个 不过 他也有绝招 他记住火精的威力 将火焰向后急喷 浑身冒着焰红色的火焰 犹如一个燃烧的大火球 跟在他后面的老贤 叫苦连天 李强身上喷出的火焰 可是有天火特制的 老贤觉得这小家伙 无怪之极 搞不明白他到底修炼了什么 像这样喷火的家伙 他还是第一次见识 他忍不住叫道 小子 你在喷火 我老贤就要熟了 齐军傻哈哈大笑 老哥 我这个徒弟是放火的行家 放屁都带火星 你就忍忍吧 熏龙在前面惊讶道 咦 那是什么玩意儿 从下方涌上来一团团暗红色的东西 有点像粘稠的血 远远看去就像是许多红色的小虫 在暗色的太空中急速如动 显得十分诡异 看着人头皮发麻 轩龙挥手示意 大家停下来 他歪着头 仔细查看 半嗓 祈祷 怎么会是魔穴煞物 黑魔戒是没法通到这里的 这玩意儿 只有黑魔戒才有 怎么会跑到这一街来了 莫怀远吓了一跳 说道 魔穴煞魔要是侵入有生命的星球 那可就糟了 魔穴煞魔是一种可怕的吞噬力量 一般的生命根本无法抗欲 李强悬浮在太空中 身上的火焰依旧熊熊燃烧 他若有所思道 魔穴煞魔恐怕和孤星大人有关 轩龙满脸的不信 不可能 孤星大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反击的事情 李强摇头道 我是说和孤星大人有关 没说是他干的 他现在可能疲于应付了 我们还是帮他一把的好 魔穴煞魔就像香炉里冒出的一缕青烟 从逆行通道所在的地方缓缓飘起 远于而看去似乎速度不快 其实李强他们都知道 在太空中能用眼睛看见的移动 速度是很惊人的 齐君煞脸上罕见的露出愁容 他说道 太多了 凭我们几人是不可能灭掉的 那样的 谁干的好事 这种魔穴煞物不知道什么类型 要是普通的就惨了 李强祈祷 普通的就惨了 为什么 他是真的不懂 除了在坦邦星见识过天极老祖 那是一种类型的魔头外 他基本上不了解黑魔界的情况 他觉得普通的应该不可怕 老贤在边上解释道 魔穴煞物有很多种 厉害的魔穴煞物 属于有意识的魔头 普通的是无意识的 飘到哪里 算哪里 一般的生命体 只要沾上 很快就会被魔化 如果这个生命体 是有意识的 那就可怕了 它会慢慢变成魔头 假如是修真者被侵蚀 情况就更加严重 它会变成修魔者 会有意识的侵害他所见到的一切生命体 莫怀元点头道 这一界恐怕要大劫难逃了 既然我们见到了 就不能坐视不管 我们尽力吧 胆求心安 他的语气有些沉重 黑魔界就像灵鬼界一样 在修真界有很多的点击记录 但是很少有修真者真正见识过这两界 它是一个神秘的所在 不过黑魔界的存在 无庸置疑 修真界的修真者 总能体察到这一界的存在 但也仅仅是体察到 而无法真正的进入 除非是羞辱魔道 到了一定程度 自然会进入黑魔界 轩龙说道 我到源头去瞧瞧看 你们能灭多少就算多少 小心不要将魔界煞雾打散了 他看看李强 又道 不要承能量力而行吧 说吧 挥挥手 随了一声清脆的爆响 他像一只离弦的剑 闪着明亮的金光 高速向下掠去 李强说道 还是莫大哥来指挥吧 我们怎么才能灭掉魔界煞雾 他心里在可惜 自己的金莲玉座 这一件佛宝 要是还完好无损 此时就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果然 莫怀远道 老弟 你的金莲玉座 可以用了 齐君煞也说道 没错 虽然佛宗别的玩意儿不怎么样 但是 他们的佛宝 天生就是黑魔界的克星 乖徒儿 有不少佛宗的宝贝 正好可以用来消灭魔学煞雾 李强两手一贪 苦笑道 金莲玉座被打坏了 我没时间重新修炼 这次恐怕是用不上了 好在 我还会佛宗的十八灭魔手 还有珠魔刺 应该能发挥作用吧 他看着向上飘来的魔穴煞雾 其实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他知道 在太空中能够看得见的东西 一旦接近后 体积是非常大的 凭自己的功力 恐怕也灭不掉多少 莫怀远说道 老贤兄 你负责灭掉那些散开的魔穴煞雾 即使灭不掉它 也要将它逼回去 七老弟 我们两个从头向下压 尽可能将魔穴煞雾压下去 他停顿了一下 有点犹豫的看着李强 齐君莎差言道 乖徒儿还是在外围吧 他还是不放心李强 李强明白莫怀远的意思 他笑道 我来负责灭掉魔穴煞雾 只能是尽力而为了 莫怀远终于下定了决心 说道 老弟 你用天火护身应该没有问题 这里只有你的体质不同寻常 散仙自保是没有问题的 但要灭掉它 却很困难 老贤点头道 没错 真正能克制黑魔界的是灵仙 或者鬼仙 李强惊喜地问道 灵鬼界的灵王大尊和鬼王大尊 能克制魔穴煞雾吗 他满脸兴奋 莫怀远三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老贤说道 当然可以 可是 谁有办法找到灵鬼界 那也是一个传说中的地方 李强得意地大笑起来 别人不行 但是我可以 灵王大尊和鬼王大尊都是我的朋友 找他们很容易的 他并没有说大话 但是听在老贤莫怀远和齐君煞的耳朵里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是见多识广的高人 这话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齐君煞摇头道 乖徒儿 你能教朋友师尊相信 可他们不是这一介的 你怎么可能和他们是朋友 他根本就不相信 李强不再说话 他手掐灵绝 刹那间 一大群灵箭体从幻魔珠里悄然涌出 贤木灵帅和盘石灵帅攻身势力 拜见大人 五百灵箭体在太空中排列成整齐的队形 同时行礼道 拜见大尊 齐君煞差点晕过去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灵箭体和更高级别的灵帅灵将 他结结巴巴的说道 乖徒儿啊 你你简直 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个徒弟实在是与众不同 他竟然能和灵鬼界的双尊叫上朋友 看到这么多的灵箭体 齐君煞知道 李强没有胡说 在这一届是不可能有人拥有如此众多的灵箭体的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老贤心里苦笑 这个小家伙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要知道灵鬼界的灵体是不可能随便进入这一届的 老贤很清楚 一定是李强自己开了一条通道 他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李强竟然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手段 能打开另一届的通道 这就是仙人也难以做到 他是怎么办到的 李强说道 盘氏灵将 麻烦你通知灵王大尊和鬼王大尊 请他们到这里来一趟 说我有重要的事情 盘氏灵将恭恭敬敬地回答 是 尊大人令 李强手掐灵绝 让他回去 这才笑道 贤木灵帅 来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大哥莫怀远 这是我师尊 齐君煞 这位是老贤前辈 贤木灵帅也吓了一跳 他是灵体 对于散仙是很敏感的 因为散仙是灵体的克星 他恭敬施礼道 拜见莫大人 拜见齐大人 拜见老贤大人 他一点都不敢怠慢 一个个的拜见 莫怀远三人 对他顿生好感 莫怀远随手取出一件蓝色的披风 笑道 贤木灵帅 幸会了 你是我兄弟的朋友 这件幽极披风送给你 你自己修炼一下 他的法宝是最多的 在星星宫 他收了无数的法宝 自己也修炼了很多 贤木灵帅不敢接 悄悄看着李强 李强不由地笑道 贤木 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东西还不要 要是我 早就抢过来了 贤木灵帅接过披风 一入手 就知道是一件旗宝 他急忙谢过 齐君煞也取出一件法宝送给他 老贤不禁苦笑 他的资格最老 法宝 却没有莫怀远 和齐君煞多 他也取出一件法宝送出 贤木灵帅 洗着心花怒放 一口气收到了三件宝贝 他冷冰冰的脸上 也禁不住 站出一丝微笑 李强见了都感到惊讶 因为他知道 要让贤木灵帅这样的灵体笑 实在是太难了 不一会儿 李强察觉到 幻魔珠 微微颤动 他急忙掐动灵觉 只见一道白光 一道暗影 一道彩光闪过 紧接着涌出很多灵匠 灵帅 灵剑体 和鬼魅 只听一声交呼 哥哥 妹儿修到灵匠境界了 采光扑入李强的怀里 一个魅道极触的少女 紧紧搂住他的脖颈 开心的 咯咯直笑 鬼王大尊 依旧是一身白衣 他似乎有些不高兴 看了妹儿一眼 说道 兄弟 找我们两个老家伙 有事吗 灵王大尊 却是意气风发 他开心的笑道 兄弟 妹儿真是天才呀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就修到灵匠境界了 对了 你找我们 有什么事情 李强一看就明白了 妹儿一定是选择了 跟灵王大尊修炼 所以鬼王大尊 才这样难过 他搂着妹儿 仔细一看 心里猛的一跳 不禁暗自苦笑 古妹儿现在的样子 可了不得 那种天然的魅惑 连自己都要受到震撼 一般的修正者 恐怕根本就无法抵御 更别说是普通人了 他轻轻拍拍妹儿的后背 笑道 妹儿 快下来 看看 那是谁 妹儿扭头看去 惊喜地叫道 哎呀 是齐前辈 他飞到齐军煞面前 娇笑着行李 前辈好 前辈还是那么漂亮 妹儿给您请安了 老贤惊讶之余 忍不住 哈哈大笑 这个小姑娘 有意思 哈哈哈哈 齐军煞被妹儿说得 眼珠子直转 他不怀好意地笑道 真的 小丫头 敢挖过我老人家 妹儿满脸无辜的说道 妹儿没有挖过 妹儿是真的夸奖前辈啊 你老人家 本来就是漂亮嘛 李强急忙抱紧妹儿 闪到一边 他知道 齐军煞要发飙了 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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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